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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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2号刘军 28号马兴玉和33号高凡 而客场作战的浑南香涛队他们首发的11名球员分别是1号邓子豪 4号曹欢 5号洛克 6号孔涛 9号卡贝萨斯 先来看这次进攻打到右路 打到右路 巴黎右侧的船中在中路的包抄 拉吉奇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 湖南香涛队13号王琛 14号拖拖拖 20号刘欣瑜 25号孙国良 31号 32号郝爽和45号陈昭安 这场比赛当中湖南香涛队的后卫王浩志 是由于在上一轮吃到了红牌碎这场比赛 没有办法上场 而中场谢维超是累计四张黄牌停赛 两支输球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都是输球了 湖南香涛队是主场0比2败给了梅州客家 七轮比赛不胜 积分也是继续垫底 同时那场胜利是送给了梅州客家在这个赛季的第一个客场的胜利 而青岛黄海队在上一轮客场是0比2败给了浙江一团 在那场比赛当中丢掉了三分之后 由于天津全舰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胜 所以天津全舰队是从34分上涨到了37分这样的话 在积分上是反超了青岛黄海队 天津全舰排在第二 青岛黄海是落到了第三位 其实青岛黄海队在之前也是一度拿到过中甲联赛的半成的冠军 但是最近状态稍稍的有些滑落 还是走一个右路 巴黎 往后凉 还是想直接打对方的防守圈在身后 但是这一下约外了 这场比赛是在青岛国信体育场进行的 这两支球队之前曾经是有过五四交手 青岛黄海队取得了两胜两平一副的战绩 应该说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而且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较量当中 青岛黄海队是在客场4比1击败了湖南向套 从球队的纯实力上来看 青岛黄海队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国安向套队准备前准备做配合陈兆安全结束 没有能够传过去 在这个赛季的中甲联赛当中 青岛有两支球队 青岛中能和青岛黄海 青岛黄海目前是排在 第三位积分时的35分 他们的成绩是11胜 2平7负 而青岛中能队 他们的成绩是6胜 5平9负 目前是排在第13位 所以说这两支球队 一个是冲超集团的 一个是宝级集团的 当然可能很多的青岛的球迷 是把希望寄托在了 青岛黄海队的身上 在比赛开始之后还是以一个主手的一个态势 在丢球之后迅速的回到自己的半场 比较远射 郑子豪 注意力很极重 郑子豪 这名球员也是 胡嫩级的球员 出生于1993年 马兴玉的一较大半 马兴玉对陈昭安的犯规 胡嫩级集团 在面对青岛黄海的时候 肯定也是主打这个防守反击 毕竟目前球队的整体实力 包括在几分榜上 也是能够体现得出来 好欢 在第19轮的时候 客场0比0 占平过目前排在榜首的贵州横峰制成队 但是这样的亮点 在这个球队这个赛季当中出现的 确实是太少了 每场比赛 湖南乡涛队 他的这个进球数只有0.55个 在进球的这个 场军的进球数上是排在倒数第一位的 这也是折射出这支球队 在进攻端的不利 在进攻端的不利 江涛 然后凉 高凡的快速的突破 但是在身体的对抗当中 裁判应该是判了高凡的犯规 高凡在前一段时间 给大家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在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对手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犯规 这就是青岛黄海队的主教练乔迪 他是第一代巴塞罗那的拉马西亚清训营的球员 在去年的年底是和青岛黄海队签订了这份执教的合同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青岛黄海队的球衣看起来和巴塞罗那队的球衣的这个 主要的配色款式都非常的相似 开场之后青岛黄海队的几次进攻 都是主打右侧巴黎的这一侧 而这一侧姜涛的这个助攻压上的力度也很大 其实青岛黄海队他们的控球的能力 打乱了青岛黄海队的节奏 知道这场比赛 红能江涛队会借鉴一下上一轮伊藤的这个打法 给主场作战的青岛黄海制造一些麻烦 我们传球出现了失误 在前场形成了一个三打四 直传 巴黎这边还有机会 江涛第一时间没有向前推进 但是摆脱了防守 再打到中路 进去外第一脚远射 这个球啊 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了 邓子豪 把这个球给拖了一下 拖出了横梁 王晓洪的射门 王晓洪的射门 去后 叫球 王晓洪的射门 洪赛卡来主罚 前点被解围出来 用自己的个人技术 停球摆脱 把球挑过了防守球员 但是这一下投球点的时候 然后偷偷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偷偷这也是在夏季转会期 就是7月份刚刚加盟来到湖南乡 然后场上再一次出现了 半规洛克吃到了一张黄牌 洛克就是来自斯洛文亚的中后板 身高是1米86 王小洪刚才的内脚远射 确实质量非常高 如果那个球不是邓紫豪的注意力 非常集中的话 很可能就会打进这个球门的上脚 也有一点点 还可以打进这个球门 来 全球门 又跑了 热量到小野鳞的独牙 小野鳗 出锦 准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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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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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手榜上排名最高的两个人打进七个球 一个是他们的前锋拉吉奇 还有一个是他们的中卫克雷斯皮 克雷斯皮能跟主力前锋进球数一样多 克雷斯皮还是克雷斯波 中卫克雷斯皮的犯规 检考的犯规给了对方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基本上是正对球门 而且是在射程范围内 托托和洛克两个人都是站到了皮球前 看来这个球托托是要直接打了 我身材看起来很敦实 直接一脚打满打断 青岛豪海队在正对球门的这个位置上 人员防守的密度还是很大 刘军刚才这一下脱手 幸好他的身后不是球门 他没有正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草皮质量的原因 可能这个球弹起来的方向并不是很规律 所以让刘军在判断上出现了一个失误 陈子豪把球挡出来之后 垃圾起 再交到中路 风赛卡有机会比较远射 被挡了一下之后的反弹 让这个皮球减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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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把球交给拖拖 横向的带球 这一次孔涛上来了 孔涛准备传球的时候 巴黎一个倒地的放产 把草皮直接搓出了一条沟 但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青岛黄汉队连续两次在这个皮球的落点上 都是失去了这个争抢落点的这个主动权 都是把球权交给对手 最后姜涛在准备解围的时候 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往边线踢出去 没有踢到球让球出了底线 脚球开出来直接出了底线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青岛黄海队来说 尽管对手是排名垫底的湖南香涛 但是丝毫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毕竟在他们的身后深圳嘉昭夜队只有两分的差距 北京北控队也是只有三分的差距 而目前青岛黄海队排名防守的贵州 横峰志成队是有六分的差距 因为在这轮之前是五分 但是这轮比赛当中 贵州队是刚刚在主场和大连超越队打成了一比一平 所以目前他们的几分差距 它是这个一分几分的比分的话 那么目前还是五分的差距 但是面对湖南香涛确实也是不能够大意 因为香涛的反击还是有一定的质量 范林江直接左侧的斜舱船 想找垃圾棋 但是离对方的门将太近 王选宏 这一下铲球还是 王选宏感觉就像是被掀起来了一样 范林玉一个陡地的划铲 把这个球又给断了回来 左路再传中 卢斯皮交给风塞卡 风塞卡他的站位还是应该再往前 黄海队的这种连续的地面的短船配合 打的还是很有特点 把力 好球 江涛 右侧的传中 这一下传中力道太大了 这感觉不像是传中 像是一个射门的力气 但是青岛黄海队在进攻的过程当中 还是应该更多的通过这样的短航 还是应该更多的通过这样的短航 看湖南香涛的反击机 克莱斯皮的卡位 恰到好处 洛塞卡 往前赶拿球的时候 王向宏立刻从后腰的位置上 推进到这个对方的禁区前沿 巴黎 右路再起 江涛右边又套上来了 巴黎一个假动作 低平球传到中路 王向宏和拉吉奇两个人 没有能够形成默契 这一下拉吉奇如果往回撤一步的话 应该能够赶上王向宏传球的这条线路 卡贝萨斯 王后良还是随时地观察着 卡贝萨斯在身后的动向 通赛卡 我勾环两个人也是没有能够形成默契 陈正恩 这球准备的时间太长了 特别的时间太长了 但是顶不得 我们很快乐 滇金 勇 Jake 都要连下 把他在暇中的 潇印 王晓鸥已经上来了 还是交给王晓鸥 高凡在这几次突破的过程当中 都是直接准备走底线 连续两次被王晓 把这个险情给破坏 把他的线路给破坏 但是这两次 他的突然加速 都让王晓鸥这边防守起来很难受 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危险区 从船中投球电道中落 拉几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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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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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如何代表球队去发言 但是同时不要影响其他球员的情绪 就是不要带动其他球员的情绪 他一直是在摁着自己的其他的队友 让其他的队友不要上来再说话 现在慢动作慢镜头 始终没有做进一步的交代 这个球到底是否是越位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是在传球的这一瞬间 这个镜头也没有交代清楚 如果能有一个再远一点的镜头的话 会更好一点 刚才那个画面并没有 把传球这一瞬间的这个 传球给画面给定格下来 而且进球的刘欣欲当时也并没有 在这个画面的起伏当中 如果最终看 裁判还是维持着原判 军队相超队在特场1比0领先 目前我们就一直在说 新教团海队经常面对的是基本垫底的球队 但是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这场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 新教团海队压上进攻 非常的坚决 但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大举压上之后 必定身后肺炎不当出现 和红绘新教团队等待着 就是这样的空档 红绣红的一个直传球 大举压上之后 陈兆安 还是打过点卡贝萨斯 卡贝萨斯一扣 这一扣扣得有点大 卡贝萨斯和托托 这两个前锋 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强壮 比较蹲时型的前锋 按理说这样的前锋 他们的这个启动的速度 应该是比较快的 巴力 连续的变相摆动 攻赛卡的传球 阿基奇在两个人的包夹下 强行的起脚 在游攻转手的过程当中 青岛黄海队的防守的速度 并不是很快 这个时候防线还没有完全落位 拖拖 边路的传终 如果说青岛黄海队这么踢的话 在后防线上对对方有大把的空灯 留给对方大把的空灯 其实在这个这场比赛之前 乔迪就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对方打这种坚决的防守反击 但是在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 青岛黄海队在揉攻转手的过程当中 几次他们的回防 整体的回防 速度并不是很快 当然在自己并不是非常信服的情况下 丢了一个球 比分落后 在这个时候球员的情绪会受一些影响 可能有的时候 想法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打法会更加的简单一些 有时候会显得思考不足 但是作为一支 想要冲击最高级别联赛的球队 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才能够把自己平常所迅速当中 所汇的这些东西能够发挥出来 当然从湖南相韬队这方面来看 他们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派上去 恨不得后边的这六个球员 就是四名后卫的加上洛克和曹欢这几个人 基本上形成一个铁打的六人的一个铜墙铁壁 他们的这种战术思路贯彻的 确实是非常的坚决 非常坚决 马基奇 找出球 江涛 把力强行的传重 还是被挡破特别线 看来王春的这个伤势确实还是比较的严重了 王春是自己跑着跑着就不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之前的防守的过程中腿部出现了拉伤 王春一直是弯着腰手在撑着自己的膝盖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王春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还能坚持多久 这很难说 这场比赛湖南乡涛队已经是有两名球员是停赛了 一个是中产的谢维超 还有一个是后方线上的王浩志 左路的传中 克雷斯皮的投球攻击球进了 第40分钟 第40分钟 清晓洪海队追平了比分 这一瞬间克雷斯皮真的化身成了克雷斯波 克雷斯皮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八个中甲联赛进球 目前他也是清晓洪海队在队内在联赛当中的头号射手 作为一名中后卫这确实是非常难得 克雷斯皮在这个球 其实是克雷斯皮自导自演的一个进球 他在中圈湖附近 在中场附近 拿球传到了左边 克雷江的一个左路的传中 在这个球传起来的时候 克雷斯皮自己已经是冲到了对方的进区内 在这一侧是孙国梁 但是孙国梁的身后还有高凡 所以他也是没有办法把防守的精力完全放到克雷斯皮的身上 克雷斯皮本来他的投球能力就好 试到了一张黄牌 果然这边要换人了 李昭南替补出场换下王辰 这是在第41分钟的时候 不能像涛队的一次被迫的换人 李昭南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上一轮对梅州客家的比赛里面是首发出场的 我叫佛 李昭南替补出场 马兴玉 马兴玉 高凡 在三个人的包夹下这个球转移到边路 凤赛卡 凤赛卡自己横向带出了空灯 巴黎再打 朱里琼是被正面的拦了一下 估计是在射门之后和对方是腿部有一个正面的碰撞 巴黎很痛苦地倒在地上 而这个时候 王后良在身后的防守偷偷的时候 手上是有一个犯规的动作 王后良跟裁判准备变一变礼 结果被出示了一张黄牌 其实王后良在比赛开始之后 一直到包括出现刚才的那次争议的进球的时候 他还是保持着比较冷静 刚才上半场比赛是要补持三分钟的时间 刚才上半场比赛是要补持三分钟的时间 曹欢直接过顶的长传 卡贝塔斯 白球再打过来 这个球如果再传的稍微浅一点的话 后来就到了 曹晓晓上来补位 王选红他的活动面积很大 直接一扣 缓开了曹欢的防守 马天宇在往进去里边掉 这个封赛卡 比较远射 这叫凌空抽的 应该说选择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没有能够压住 这其实就相当于 孙国梁在投球解围的时候 就像是一个中锋一样 给封赛卡做了一个球 很多中锋也是 就是接应这种四处对角传球的时候 并不是直接攻门 而是把球敲回来 交给在禁区前的球员 形成这个禁区前的远射进攻 或者是形成第二波的进攻 然后孙国梁就相当于是 给封赛卡做了个球球 狗坟还是用自己 非常习惯的这个方式 之前他已经是 把王琛给突下场了 现在面对换上来的李昭南 依旧是用自己的速度 强行往底线走 上半场比赛不实三分钟的时间 上半场比赛不是三分钟的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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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